去年底在高雄發生 林姓一家四口 被黃姓男子酒駕撞上 導致母親死亡 婦女三人還在醫院治療 雖然醫院表示會協助 所有的自費醫藥費 不過後續面對漫長的復健之路 對於這個家庭來說 還是不小的經濟負擔 七十五歲的林家阿嬤 除了要奔波醫院照顧 現在也打算重新 經營老本行 來幫別人理髮賺錢 家屬則預計 近期之內會公開帳戶 接收社會的愛情 鐵卷門拉上卻沒人在家 鄰居說林家阿嬤一早就出門 每天醫院住家兩邊跑 相當憔悴 其他人則在靈堂幫忙 早上我有遇到他 他就說要去醫院 所以他已經去醫院了 他大孫女今天還要開刀 去年底黃姓男子酒駕撞上一家四口 造成林媽媽死亡 林爸爸跟一對兒女還在醫院 治療 雖然醫院給予自費醫藥費補助 但死亡的林媽媽跟住院的林爸爸 是經濟來源 車禍發生後 一家只剩林家阿公阿嬤 協助處理大小事 也讓他們對未來很茫然 林家阿嬤已經七十五歲 退休的她決定重開家庭沒法賺錢 家屬不捨老夫妻得扛下重擔 決定接受外界捐款 預計五號公布帳號 師傅表示依據法規政府只能針對重大災害提供捐款機制 因此無法協助募款 不過也先提供九萬元 為溫金讓家屬運用 社工也持續陪伴 並提供法服律師協助後續的官司訴訟 記者王云廷 陳顯坤高雄報導